大家早請嚴代理主委 請嚴主委 蔡委員好 主委早 主委跟你請教一下 你知道有一個單位叫中華工程師學會嗎 是的 知道 你是不是裡面的這個理監事 不是 不是齁 那現在的理事長是誰 現在是陳正川 陳正川主委 主委卸任之後當理事長 還是主委在任的時候就當理事長 他是在任的時候 就當理事長 是 我們的工程文會的預算 補助這個學會補助多久了 每一年大概補助多少錢 三百萬年以下 跟委員補充 剛剛我說錯了 我是那邊的監事 你是監事 我想說奇怪 這個會不會我等一下就要問你說是不是同名同姓 對不起 好 每一年補助三百萬 補助多少年了 96年開始 補助到現在 是 歷任工程會的主委 或者工程會的相關人員 在裡面擔任理事長 總共有多少位 歷任有沒有 陳鎮川 陳鎮川主委之前的主委 他有沒有在這個協會裡面當理事長 歐進都有 有 江耀中有沒有 有 都有嗎 那未來 你如果沒有當代理主委 你會不會去當理事長 我應該人生規劃沒有這一個規劃 那每一個主委都有這個規劃 就是說 主委當完之後就去中華工程學會當理事長 我也不是主委 我是代理主委 我知道我知道 因為你是代理主委 所以我特殊嘛 因為過去你的前面幾個主委都是 邏輯都是一樣 就是 擔任完工工程會為主委 就去當中華工程學會的這個理事長 那因為你是代理主委嘛 所以你沒有這樣的規劃嘛 是沒有規劃 每一年中華工程學會 每一年的預算大概多少錢 工程師協會啊 對 就是我剛剛提到中華工程師學會 這個學會 每一年預算的規模大概多少錢 因為我不瞭解他的預算 你什麼不可以 你是監視耶 你這個 當人家的監視都不瞭解 補助他 並不是他的工程師協會的監視 我是那個 APEC engineer的那個 協調 委員會 負責補助的人知道吧 哪一個單位工工程委員會 你們誰負責來補助這個學會的 他們每一年的預算多少 我們補助三百萬 我知道你補助三百萬 那這個學會你們 他總共每一年的預算規模是多少 因為沒有這個數據 是不是容 沒有這個數據 我沒有 你們補助這個 這個學會啊 政府補助的三百萬 佔他支出的百分比多少你知道嗎 也不知道 我們是這個會用耶 是他帶我們辦理 亞太工程師及公監督委員會這個執行事務 所以我們是 他幫我們辦理這件事務 所以耶 是專用的 如果你知道我告訴你好了 我唸給你聽啦 我唸給你聽 工程會捐助中華工程師學會 佔年度總捐助情形 在98年度是90.98 99年度是91.85 100年度是94.17 101年度是96.04 102年度是98.97 103年度是93 那如果 這是捐助比啦 如果用學會的整個支出啊 我們的占捐助裡面啊 幾乎也都七成五以上 在100年度也高達九成 所以換言之 中國工程師學會 基本上 他的經費來源就是靠我們政府的捐助 就是靠公共成員的捐助 主委 你覺得 我們去捐助一個 這個 民間的這個團體 公共工程文會的主委 只要一卸任 就去當人家的理事長 你覺得這個會不會讓社會覺得 觀感非常的不好 我們委託他辦理的 並不是在補助他的業務 你委託他辦理沒有關係 為什麼你們要去當理事長 為什麼你們卸任的主委 就要去當理事長 我對他的業務 我沒有任何挑戰跟質疑 我只問你 一個學會幾乎都靠政府 靠公共工程委會的補助 我們公共工程委會主委 只要一卸任 就去當人家理事長 這是什麼邏輯 社會觀感好不好 他們要辦的事其實是我們要求的事項 我沒有意見嘛 那為什麼要求我們有很多單位都幫政府 但是我們沒有補助他的一般的事務會行政會 不管他的捐助 你整個的公共工程師 中國公工程師學會所佔的裡面 這個社團所需要運作的經費裡面 幾乎絕大多數 甚至想補助我們高達九成就是來自於政府 你們可以補助沒有問題啊 我沒有反對公共工程師學會去辦 去協助政府辦一些政府要辦的事項 這是九十六年在推動的計劃 那你們為什麼會去當理事長啊 他是在一百零三年 零二年才去當 其實 你們歷任主委 我剛剛問過你了 你們歷任主委卸任就當人家理事長嘛 為什麼要這樣子 社會會覺得你們捐助一個社團 為自己補助一個社團 然後結束之後就去那裡當理事長 並不是歷任的主委都去當 我剛剛特別問過你 為什麼你要亂回答我 我剛剛不過問你有多少主委 你還回答我 歐靖德 歐靖德前面也有 然後 這個陳正中也有 只有兩位 只有兩位 那為什麼這兩位要去當主委 這個我就不清楚 什麼不清楚 他去當那邊的理事長 你覺得這應不應該 如果今天你是主委 你卸任之後你要不要去 這個社會觀感好不好 我沒有碰到這個問題啊 這個主委 你這種態度我們真的很難去審公共城的預算 你這種態度我們也很難對公共城會去認同 雖然你們已經是面臨一個要解散的單位啦 但是我覺得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鐘嘛 大家以後就算你分散掉之後 我們還是在立法院嘛 大家所做的還是要接受立法院的監督嘛 一個學會自己去補助 補助完之後 理事長卸任之後 就去當 這個主委卸任之後 去當一家理事長 這不是自己會安排自己安排後路 這是什麼 這不是自己在圖利自己 這是什麼 這不對的啦 這樣的做法 社會沒有辦法接受的啦 這個觀感非常非常的差啦 當理事長啦 那怎樣 你要當理事長 我應該不會當理事長 我不用質疑你啦 你不要緊張啦 這個現象要不要去把它改變一下 主委 希望以後都不會啦 不是希望嘛 要要求嘛 你們要有內規嘛 我們補助單位 我沒有質疑 我覺得該做的事情 他做的很好沒有問題 他幫忙政府執行 這個政府的業務也沒有問題 謝謝 不應該這樣處理嘛 是 第二個事情 主委 你知道這裡面的理監事有誰嗎 這個學會的裡面理監事有誰 你知道嗎 有一個前任的 林監事長 你不知道啦 你回答不出來啦 我唸給你聽 我時間有限啦 我們有台灣四溪工程的董事長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的董事長 中頂公司的董事長 我們有中鋼的總經理 中油列油事業部的執行長 我們有亞興工程的總經理 我們有中鋼機械的董事長 我們這裡面還有台唐的董事長 還有台電的董事長 台塑石化的董事長 還有很多我就不唸了 比較小間的大家有名字再想一想 我不要唸啦 這麼多企業在這個地方當理事 當理事或監事 區區的三百萬才要從政府這邊拿 這些人齁 只有做公關的集團 一間就不拿三百萬了啦 不要我講面了這麼一大堆啦 政府的財政這麼困難 面對這麼多的挑戰 一個學會都成立了 你把這些大老闆都弄進來了 是怎麼樣 是在這裡面做什麼 好你弄進來了 我姑且讀大家都是為了這個 這個什麼 國家重大的工程的推展等等 研討會等等之類的 區區的每一年還要從政府這邊拿三百萬 這裡面慶財一間公司 平常在贊助人家就不只三百萬了 為什麼不能從這些 參加的理監事裡面叫他們繳錢 每一家公司繳一百萬啊 中華工程學會不但 他們看不能回饋一下我們的政府 回饋一下我們的公共工程委員會 還要跟公共工程委員會要錢 我覺得這個沒有道理啦 財政這麼拮据 我們都不會想想辦法 還要從政府這邊拿錢 主委你覺得呢 工程會 這個中華工程師學會 不是光做我們的事情 他是全國的各類工程師 我沒有意見啦 我不跟你討論 我在結構上面 我們補助給他 是因為我們委託他 我知道啦 我只是告訴你說 這個學會都是一些企業的大老闆啦 工程界台灣叫得出名字的工程界的公共公司 都在這裡面了啦 幫政府做一點事很困難嗎 他們能夠建築我覺得更好 要去要求啊 我們不補助他就想辦法啊 要去協調啊 理事長都是我們的前主委啊 這個是一個態度的問題嘛 這是一個面對這個事情 觀感又不好 又是一些都是我們公共工程委 所有台灣你叫得出名字的公共公公司的大老闆 都在這裡面當董理事 然後每個人還要從每個月每年從政府那邊拿三百多萬的補助 有道理嗎 合理嗎 觀感好嗎 主委 下去檢討一下好不好 是的 好 主委 你知道我們那個水南機場有200 第三區啊 台中的水南機場第三區有206棵大樹的遺址 結果已經有一半都枯死了 這個事情你知道嗎 知道 知道齁 下去查一查好不好 好 我關心的事情我一定會追查到 這個樹的遺址的問題 老是把老樹也遺址了 新樹也重不活 不能這樣浪費政府的錢啊 不能這樣對待我們的樹木啦 好不好 這事情下去了解一下 好 我們監討也會跟委員報告 第三件事啊主委 現在啊地方政府窮 地方政府啊所欠的工程款 你知道目前累計有多少 這個方面我沒有統計 如果依照報紙解釋 大概117億啦 100多億了 主委你覺得這個數字 是更嚴重還是誇大的 我們這裡同仁給我的資料有統計 總共23.69億啦 沒有到117億 152件 延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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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 地方政府的發包裡面 長期去積欠 很多廠商啊 會延伸出很多的弊端 很多廠商因為這樣倒閉 也有很多廠商啊 他要找有利人士去要錢 這有利人士 只要跟地方政府的 這個財政局或者相關人 這個關係比較好的 請他們去要 都可以要得到 優先要得到 那這裡面就延伸必病嘛 有利人士去要 這中間有沒有牽扯到 這個抽成的問題 有沒有牽扯到其他奇怪怪的事情在中間 下去了解一下 是的 我覺得這個現象並不 不合理啦 這個不應該讓台灣這樣的狀況持續存在 好不好 好